大话西游手游新手怎么玩 很多新手玩家没有玩过此类游戏,就很容易走弯路 这里就给大家带来几条老玩家给新手玩家的几条建议 看完相信也能让萌新玩家对游戏有不少了解 其实想要快速升级,拿到游戏内资源道具 玩家可以在AA3D.CN上玩不克金版 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 1.野外捕捉的宝宝,没有满出值的 都得通过金柳露重洗 较人性化的是你若一时洗不出好的初值成长 也可以先练集日后有金柳露了继续洗 不会变回灵级 2.金柳露可以通过宝图挖到了 3.长安有个超级管家 进去后有个不小的柜子,让你存放暂时用不上的物品 4.普通召唤兽也能领悟高级技能 所以尽量让你的召唤兽留一个多余的格子 5.每个等级枕数加1,才能提高法术熟练上线 如41,51,61,6 每天实在没时间玩的朋友,也尽量上线 把这些不占用多少时间经验又多的任务做了 竞技场 帮派任务 师门 没充钱的最好把五环也做了 后面要银子的地方很多 7.龙马和仙系是充值奖励送的 在多宝的充值界面充值奖励里,可以看到详形 龙马买回来后,最好稍微洗一下 出使成长和出值很烂 8.仙气打满10个宝石后,外观会闪一点 属性提升相比6-7级的不算很大 着情考虑,我是打到7 9.普通装备升级的盘古金铁,目前可通过大雁塔积分 每日签到,周末活动,水路大会获得 10.长安药店可以买到自动回血法的瓶子 11.若觉得屏幕有点拥挤 可以用手在屏幕上往两侧画一下 12.在召唤兽抗性界面的修炼 可以提升连几率抗性等各种属性 灵转只能有25的点数 13.高级宝图可以挖出仙气和神兵 几率你懂的